好大家好我是谢张生 那我们这一个部分要去讲到项目分析 那项目分析通常是你问卷产生之后 那有去做过浴室 那浴室之后呢确定没有问题 去正式 发放回来所收到的资料要做的第1个环节 那项目分析基本上呢就是在辨识 你的资料是不是有 变化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今天有一份题目呢 大家都考高分 或是大家都考低分 那代表说这份考题 这份考卷是没有见别能力的 没有识别程度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问卷跟考卷是很雷同的一个观念 那基本上如果 今天这个题目大家都够赞成 或是大家都够反对的话 你是分析不出东西的 所以你要记得统计学的基础 在变化 统计学基础在变化 那项目分析就是帮我们去检查出来 有没有这种题目是没有鉴别能力的 就是说大家都是勾同意 或是大家都勾不同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项目分析 基本上来讲呢 他第1个步骤 需要去做所有 连续题目的 加总 加总平均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好 项目分析 是要一个 构面一个构面做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我今天呢 需要先去做 满意度这个构面 那我就要先去呢 检查满意度的 构面里面的题目 那像我的满意度呢 里面有这7个题目 有这7个题目 所以呢 我必须要去先 检查这7个 所以第1个步骤 叫做加总 平均 做加总平均 所以你要用到资料 这边有一个叫做 更正 转换这里有一个叫计算变数 那你呢 必须要怎么样 去加总满意度 那 目标变数这边 目标变数这边 是取什么名字都可以的 那你依照你自己的 研究的状况 去帮命名 所以例如说我就把 命成满意度平均 满意度平均 好 那 做加总平均的时候 因为我们等一下 是要做第1题到第7题 所以你不用呢 一个一个加 也不用一个一个除 你可以运用函数这边 你去找一个东西叫做 Min Min 你把它丢上来 那你会看到这边是 问号 逗号 问号 所以呢 你看 因为我们的题目有 在SPSS里面列 背注 所以它这边就会跳背注 那通常来讲呢 你会不知道这是哪几个代号 所以如果你是要看代号的话 你只要按滑鼠右键 好像我现在是按滑鼠右键 你可以把它按说 显示名称 不要显示标签 标签就是 备注啦 OK 所以我们的满意度1到7题就是 CS1到CS7 那你可以把CS1选进来 在逗号 CS2 然后在逗号CS3 那它 放几个题目它自动会帮你平均 那因为我们是CS1到CS7是连号 所以你不用那么麻烦你还可以用另外一招 叫做CS1 TO CS7 然后再按确定 这样你的原始资料 我们看一下 原始资料 按资料视图这边 原始资料拉到后面看一下 原始资料就会有一个满意度平均出来 就有一个满意度平均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2步 第2步 它第2步跟我们讲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步 那第2步它跟你讲 第2步它有跟你提到 你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以27跟73 的样本做比对差异 27跟73 那为什么是27跟73 因为这是 数理统计学家推导出来的 他发现你把资料 如果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他把班上 从第一名排到第100名 然后把考前27名跟后27名的 拿出来做比较 那你看嘛一份考题如果班上前27名跟后27名 比出来竟然是没有差异的话 那代表这份题目是怎么样 大家考的一样好 或是大家考的一样烂 那 这个题目就不是好的题目嘛 那如果说今天 考前面27名跟后面27名呢 它的 分数是有差异的 那我们就会说这个题目呢 是有 见别能力 有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27跟73 这两个界限 这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怎么做呢 来很简单 一样回到范例 所以你只要去按这边 叫分析 然后描述性统计量 这有个叫次数 那你把你刚刚呢 做的满意度平均选进来 然后按统计资料 好 这里呢 你就点百分位数 跟他讲说麻烦你跟我讲27分位数 跟73分位数 跟73分位数是多少 好 那你就按继续 确定 好这时候他会跟你讲27分位数是4.4286 73分位数是5.4286 那 我们接下来的一步 就是要怎么样 去做 分组 去做分组 那怎么分组呢 来看一下 分组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去做转换 重新编码成不同变数 那刚刚的满意度平均 选进来 你可以再帮他取一个新的名称因为呢 这会产出一个新的栏位 所以这边把它叫 就把它叫满意度高低好了 满意度 好满意度高低 然后就值跟新值这边呢来看一下 我先点一下这边 好就值跟新值这边呢我们刚刚有去设定多少 我们刚有取到的是4.4286 那4.4286是怎么样 是73分位数嘛就是倒数第23名的 所以你必须要这边我跟他讲说 麻烦4.4286 以下的 都把它叫做代号1 那你 自己 知道 自己做一个助记叫做代号1叫做低分的 考低分的这一组 然后呢 比5.4286 5.4286 比他高的呢 我把它取做代号2 这叫高分组 这叫高分组 好 那你把它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原始的资料这边 就会有这种像第1笔的话 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第1笔这种没有东西 它代表说它是考中间的 它是考中间 它不是考高分的那一组也不是考低分这一组 那像第3个 同学 第3个样本 它就是高分组 第4个就是低分组 以此类推 那我们目的是要分出高低分这两组 分出来要做什么 分出来我们要比较他们考试的成绩 就是说要比较他们填题目的成绩 那这时候你就用到一个方法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头影片 最后一个我们就用到独立样本体检定 去做检测 那 检测什么呢 那你看一下 检测呢在比较平均数法 独立样本体检定 我们会检测说 来看一下 满意度高低 它是一个分组变数 所以到时候呢就会去定义它 为什么要定义因为电脑不知道你的高低分是1跟2还是1跟0 那我们这边是1跟2所以就把它 处理成1跟2 那满意度高低 这高低分这两组我想要看它 每个题目填达的状况 每个题目填达状况所以用独立样本体检定 好那你来看一下 就会跑出这张表了 所以这张表就是我们项目分析 要呈现出来的一张表 那怎么去看它 首先来看报表 看独立样本体检定呢你必须要先去看一个11的变异数相等测试 那显著性呢 0.000有小于0.05 所以麻烦你还是记它的口诀 你的假设永远只有一个 叫相等或相同 所以大于0.05代表相等或相同 小于0.05代表不同 或是有影响 那这边呢是小于0.05所以代表怎么样 不同 那什么不同 就是变异数不同了 所以不采用相等变异数的假设 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变异数是不相等的 所以到时候 你在报告 到时候你在报告体检定的时候 这里还是有两个显著性 你要报告的值呢 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变成是下面这一列 跟着第2列就变成第2列 那你不要觉得取巧 看过去都是0.00 因为你正常的报告顺序是要这样去讲的 那再来看第2个 第2个CS2 0.607 那大于0.05 那大于0.05就是相同 所以相同代表采用相等的变异数 所以到时候你要报告的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你要报告的呢 就是要报告 这个值 这个值 OK 好 那来我们取巧一下 眼睛取巧一下 你会发现说 都有 小于0.05 所以代表CS1到CS7 都有怎么样 都有鉴别能力 相互分析呢 分析出来这7体都是有 鉴别能力的 所以 都保留 都保留 那 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发现CS7怎么样 没有过关 那他就必须要删掉 他就不会参加之后的分析了 例如说之后你会用到因素分析 信度分析 然后用到什么回归 ANOVA T检定 不管 反正在这个阶段他有点像是选秀 他就把他怎样 过滤掉了 这是大概项目分析要做的事 项目分析要做的事 那 如果说 你有办法去抓到外挂的话 抓到外挂的话 你会像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Item Analysis 的一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方便就在于说你可以不用 这样刚刚的 那么多步骤去加总或是平均 你可以直接把满意都一到七体抓进来 然后按确定 他一样 瞬间三秒钟 瞬间三秒钟就产出来了 可是你还是要记得 这整个的 过程跟流程 那如果你是用外挂的你会发现说结果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像 外挂的第 第四笔第五笔 外挂的第四笔第五笔 他是把它归成中间的 他没有把它归成低分组 原因是因为说 外挂在 外挂程式在加总平均的时候 他是采用小数点后面全部 那 那 我们一般在做前面步骤的时候都是用到小数点后两位后三位就了不起了 所以会有稍许误差 会有稍许误差 但是 这个不影响大方向 那大部分来讲外挂的话 他的程式 把小数点全部纳进去会是更 更精确的 会是更精确 那这个呢是大概怎么样 项目分析在做的事情 就是